剛才提到說 晶片戰跟意識形態 是有什麼區別 傳統的不管是晶片 紡織品 汽車 鋼鐵 都是就經濟問題 去談經濟問題 就是 我的車子 不讓你進來 我的車子要賣出去 我想辦法在關稅 貿易壁壘做文章 或者我 重要的引擎不賣給你 都是這種花樣 如果純粹的是一種商業戰爭 晶片戰打起來 有一個經濟道理在那邊 我今天什麼樣的 零組件不賣給你 什麼機器不賣給你 這都合理 現在 埃斯莫爾的執行長 溫彼得講得對 不是合乎 經濟道理的一種晶片戰爭 它是種意識形態 就是說 我要在政治跟軍事上 壓制你 讓你中國大陸 跟不上來 那我永遠老大 你永遠老二或老三 他用的是這個東西 佩爾的 意識形態 就是說 我是民主的 你是專制的 我是自由的 你是共產的 他要的是這種東西 所以就 價值同盟 民主晶片 民主晶片 自由晶片 就這樣搞 跟軍事扯上關係 就是會越來越緊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 軍事武器上的 所用的晶片 基本上都不需要那麼 耐米數不需要那麼小 可是 逐漸在改變 為什麼 我要舉例子給大家聽 美國在發展一種新型的戰機 叫 NGAD 就是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然後呢 他這種戰機是要幹什麼 要 每一個戰機要配合兩架寮機 中程寮機 他們給他一個名字 叫協同作戰飛行物 其實就是無人機 就是跟我一起飛啦 對的 叫CCA 叫CCA 叫做Collaborative 那個Comeback 戰鬥用的 這個Aircraft 下次你去講Bodyguard Bodyguard 保鏢啊 保鏢啊 那麼多名字幹嘛 我們就跟著他講 他的名字 溝通得了 這款新型的無人機 有什麼特色 他並不是像前面講的 那種風群式無人機 是要犧牲掉的 他不是 他體積比較大 可以同樣的 可以載很多的 短程的攻擊導彈 空對空的 什麼 標籍啊 標籍啊 照常會 攜帶這種 這種導彈 所以體積比較大 可是 他不是人操作的 對 那老實在 透過地面來操作 他們發現 功能有限 所以他們就 完全要依賴他 所以就 要AI 所以最後規劃 結果這個就是 一部 超級計算機 換句話說 每一個CCA 本身就是一個超級計算機 每一架無人的飛機 他可以自己去判定我要打誰 對 就是一個超級計算機 那這種超級計算機的飛機有什麼特色 因為空中體積有限 所以你晶片就會一大堆 所以必須要縮小晶片的體積 換句話說武器要到了縮小晶片 甚至還要比手機用還要小 對 都要到3奈米5奈米 他們才發現到 要不然 你在超級計算機晶片一塞的話 用電池一塞 用電量一塞的話 對不起 你能夠裝武器就那麼多了 對 所以他們就是說 開始產生的高階晶片的軍事需求 那如果這個計劃他們現在在測試 成功的話 他們要在每一個F-35的 戰鬥機上面 去配備兩架 這種CCA 他說八滴槓 這樣比較容易弄 所以 以後變成說他們每一架戰鬥機出去 等於三架戰鬥機的戰力 有一些比較困難的 這個由這個八滴槓先去打 對 有生命危險的就交給他 先去打 但是原則上不是要去犧牲他 所以他必須有自己的AI 這個自己判斷的能力 所以要不斷的在戰鬥中演練演習學習 讓他變成 這個 這個掌機 簡單的幾道命令 他其他就會自己執行 要不然現在現在 掌機有一個人忙得不得了 他說這個狀況 所以 軍事武器需要高階晶片的時代 已經來臨了 那美國這個構想 你說中國會沒有嗎 對所以現在 那我們就繼續問下去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對AI也很夯 對 現在 中國夯的AI 到目前為止是 專用型比較多 比較成功 比如說盤固模型說 醫療用的 氣象用的 汽車自動駕駛用的 那軍事用的呢 那個 軍事用的也是 可是問題就是說 真正的 大家認為比較高階應該通用型的 就像 Open AI GPT 這種模式 他會自己去學習 尤其是戰鬥機或武器 如果有自己學習的功能 比如說 我以後 一個 船艦我可以帶著巫人艦 那巫人艦會自己在 戰鬥中學習 幾次演習下來 他比你還行 這個是 大家規劃的發展方向 潜水嶺也一樣啊 潜水嶺的危險就那麼更多啊 所以他必須要 不能說一個動作一個命令 有時候他自己要想辦法 就像好像有人在裡面運作一樣 那對於 中國來講 我們必須承認一點 就是說 在做這種高階晶片 我們目前 還沒有突破 還沒有突破 那 雖然已經到了這個 5奈米可以做手機 但我們量率低 那也許軍事武器不一定要講量率 可是現在大家認為 3奈米是最適合這種 超級計算機型的武器 因為他更需要體積小 所以 而且更需要能夠什麼 用電量少 所以 開始有了這個方向的發展 那這個 這個百度創辦人講的 對 百模大戰是百種模型 然後應用 的確啦 現在的AI模型都還沒辦法產生獲利 就是說 你問他說我這個AI模型到底能賺到什麼錢 產生什麼效果 從商業角度來講 當然不賺錢就是一文不值嘛 會有這種說法 可是你不要忘記 OpenAI不賺錢 現在開始要收費 不曉得能不能收到什麼費 像我們那個互聯網 剛開始起來的時候 為什麼會在2010年產生互聯網的網路泡沫 原因就是 很多網路出現了 結果能賺錢的沒幾個 那會賺錢的活下來 像Facebook會賺錢的活下來 或者是Google會賺錢的活下來 可是你知不知道 死了多少 以前那個搜尋軟體 的系統好多啊 現在不見了 結果不見了 股票就大跌 大跌就帶動了一波所謂網路 股票泡沫的一個時代 2010年 他們 李彥宏 張平安 等等 大家好 在硬體方面是在努力 訓練 可是軟體的模型方面 你一個模型 我一個模型 一大堆模型 是啊 可能到時候活下來不到三個 那其他的什麼 投資那麼多 都要退場 所以 退場了就一文不止 這是 目前 大家 擔憂的一個狀況 張平安 他當然 相對的 這個 比較 比較保守 就是說 他說我們萬一先進晶片拿不到 那我們是不是 算力就沒有了 這裡面是這樣子 那是觀念也對 我用 7奈米10奈米的晶片 那我就多用幾個 可是我 體積就要變得很大 體積就比較大 可是我也能夠去把這個 AI模型做出來 所以表示說沒有先進晶片 也能夠做出AI的模型 那 他面對的問題是 那汽車如果未來 要那個 AI化越來越強的話 他在一個汽車裡面的晶片就越來越多 佔的體積就越來越大 然後他耗的 電力就越來越多 那這怎麼辦 還是要走向 那個 摔掉之前講要微小化 它是核子武器微小化 我們面對這個晶片 微小化的問題 就像手機 微小化的壓力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遲早要面對這個挑戰 還是在先進晶片投資跟努力 這個沒辦法 這是一定要競爭的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脫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 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 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ule your care